周杰伦粉丝们,准备好抢票了吗? 7月18日,周杰伦演唱会天津站正式开票,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切关注。 这场演唱会大卖放票13万张,共分为四轮进行放票。 超过520万名观众在购票前标记了想看的意愿。 然而,许多人在抢票过程中遇到了困难,即使不断刷新系统,也难以成功购票。 据报道,那场前三排的票价高至19800元。 在二手平台上,甚至有人将两张票面价格为2000元的连作票以15万元的价格出售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抢13万张票成为了广大粉丝的共同心愿。 然而,购票过程中的困难和黄牛的炒作使得购票变得异常艰难。 500多万人抢13万张票,两张2000元的票卖15万,真成了理财产品。 太离谱了,虽然黄牛的炒作使得购票变得异常艰难,但仍然希望广大粉丝能够抢到心愿的门票。 感受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魅力,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的演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